词曲 李宗盛 各位观众您好 从这个星期开始 大陆巡旗将带领各位进入 安徽千古风流人物的话题 安徽务华天宝 自古以来出了不少的大人物 道家的老庄 三国的曹操 周瑜 神医华佗 清官包拯 乃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红顶商人胡雪岩 还有台湾首任巡抚 刘明传等 都是道道弟弟的安徽人 在我们拍摄这一系列节目的过程 当中正巧遇上农历年前的一场大雪 所以在节目一开始 要带领各位一起去领略一下 这场五十年来长江流域 从所未见的大雪 到底是什么样的气氛 才刚进入2008年的第二个星期 大陆巡奇的外警队就在安徽省遇上这场大雪 屋檐城台的冰挂 屋顶厚厚的积雪 眼前种种景象呢 让大家仿佛置身在华北的冬季 按理说 长江沿岸如此低的纬度 一般平地就算是冬季飘雪 也激不了雪的 难怪孩子们会兴奋地 大玩滚雪球 和打雪战的游戏 事实上大陆巡奇近二十年来的拍摄经验 还是头一遭遇上这等怪事 起初大伙还为这场突如其来 又盛况空前的锐雪雀跃不已 但后来交通开始瘫痪 雪灾新闻平传 我们的手脚呢 也被冻得吃不消了 才意会到事态的严重性 话说从头 我们是在2007年的年底来到安徽的 第一站当然是省会合肥市 这趟为期一个月的拍摄计划 最大的目的 是想探寻安徽历朝历代的 名人典故 毕竟安徽出了不少千古风流人物 而令人振奋的是 在合肥市里头呢 竟然就有这么一座 安徽名人馆 展示50位代表性人物 当中包含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输九河到洪水出大海的大雨 摇帝时创监狱 制刑阀的御神高瑶 春秋时期 九河诸侯一框天下的 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管仲 辅佐文王 武王伐咒 甚至被封神演义神格化的江子牙 另外提出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的 先秦道家思想级大成者庄子 还有道家学派的祖师爷老子 都是出自 安徽西北这一代的 伟大思想家 而楚汉相征 双方阵营的主要魔略家 范增和张良 竟都是安徽自家人 更有趣的是 西汉淮南王刘安 在深山求道练丹 竟练出了豆腐 成了豆腐的鼻祖 还有那人们 津津乐道的三国人物 像是文武兼备的曹操 致用双拳的周瑜 以及行依如神的华佗 更是富如皆知的风云人物 再把时间拉到宋代 代表人物有铁面无私 惩奸除恶的青天大人包整 以及发明活字版印刷术 进而促使欧洲文艺复兴的毕生 而清代的名人更是不胜美举了 在他的组织下 怀军逐步实现了近代化 然而这些名人曾经留下的点点滴滴 是否还有机可循呢 会不会早已人是全非 而呼风 呼雨 呼雾 呼雪的天气乱象 更增加了整个行程的不确定性 不过我们倒是在雨雪的冰冷中 找到了五四运动之父陈独秀的热情 他在1916年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中 以第一篇文章《禁告青年》 雷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股 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与他共同推展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当中 也包括了同属安徽人的胡适 陈独秀始终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人物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甚至在共产党的第一到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 均当选为共产党的总书记 然而却因为国共内斗时期 采取温和妥协政策 而被冠上了反党 反革命 汉奸 叛徒等十顶大帽子 之后还遭到国民政府的逮捕 而今天这座独秀园 算是平反了这位悲剧大人物 安庆怀宁县的悲剧人物 除了陈独秀之外呢 还有一对一千多年前的苦情鸳鸯 也就是孔雀东南非的 娇仲卿和刘兰芝 孔雀东南非 无礼一徘徊 这首流传千古的汉乐符 被文史学家称之为是 常诗之圣 就诞生在安徽省淮宁县 与前山县接壤的小利港 而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 就是当地为了重现 这段七美爱情故事 所建构的影视基地 这处悲剧的起因 在于娇仲卿的母亲 看不惯娇仲卿和刘兰芝的恩爱 百般刁难这位知书达理的媳妇 甚至要儿子休妻 导致最后刘兰芝头水自尽 焦仲卿自一而亡 令人不胜唏嘘 但终算得共眠于这华山岗上 据考证 抗原领袖陈有亮的部署 还曾经在墓旁立了 贞结两字石碑 而早在唐宋时期 小利港便建有孔雀台 时而有明班明觉 在此地全市演出 《孔雀东南飞》 这段传唱千年的爱情故事 孔雀东南飞这首长诗 被誉为是上城风骚 下起唐诗诵词的红篇巨著 正因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 享有崇高的地位 所以这首诗 所产生的地点问题 历来就被人们争论不休 不过在淮宁县和前山县 极有默契的联合推展下 这段千年的爱情 将会有什么样 更惊人的发展呢 倒是值得期待的 有十四洞天 五十七伏地之称的天柱山 何以成了禅宗三祖修行 弘法的宝地 请继续观赏安徽精彩的故事 在安庆的行程中 原打算造访天柱山 这处令李白跟苏东坡 都想在此地安家的福地洞天 无奈大雪封了山 我们只得打消念头 转而来到天柱山下 禅宗三祖僧灿 修行弘法的宝地 脚三祖寺 领受了一场奇特的佛园 尽管长江的湿度 加强了冬雪的寒意 但是无论如何 风雪总算是缓和下来了 我们按照原定行程 往天柱山前进 明知前一天 冰雪封山的讯息还没解除呢 但仍然想赌一赌 结果我们是输了 那就随缘吧 于是我们折返到天柱山下的 三祖禅寺 三祖禅寺原名山谷寺 始建在魏晋南北朝 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 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据说当时这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原为当地世家和氏三兄弟所有 但却同时被高僧宝治禅师 以及江南著名的方式白鹤道人给看中了 当时的梁武帝呢 更让两人斗法 胜者便可拥有此地 白鹤道人想借着飞鹤行空 不料飞鹤即将抵达此地时呢 竟被宝智禅师法器所发出的声音给吓跑了 于是宝智禅师得到此地 先主动修行 后来经由和氏三兄弟 县帝建四 梁武帝赐名为山谷寺 一百多年之后 得了禅宗二祖一波的三祖僧灿 正式驻席山谷寺 在这三祖洞里面面壁参禅 并著作禅宗的第一部经典信心明 后来呢 还在洞旁的这块解伏石上 点画了道姓 道姓归依三祖 辅劳九年之后 三祖辅传一波给道姓 那姐夫两个字是指当年 三祖在这个石头上坐禅的 四祖当然了 当时还不是四祖 没有接到一波 才十二岁 来了以后就请教 三祖说 说这个大和尚 我心里面有好多的困惑 舒服着我 不能获得自由 好像被绳子孔住了一样 请大和尚您呢 帮帮我 使我获得自由 那么三祖一亲呢说 好啊 那我就来帮你吧 那么你将 孔你的绳子拿来 我帮你解啊 四祖一亲 哎呦 扔住了 想了一下说 哎呦 我找不到 孔我的绳子啊 绳子说 那好啊 我已经帮你 把绳子解开了 你已经自由了 没有任何绳子 能孔得住你了 四祖一亲呢 一向自由 哎呦 明白了 佛教教主 开悟了 他才明白到 这个 哎呦 解灵还需 寄灵人 任何的烦恼 是非 人我 时间 空间 能不能突破 啊 关键在我们自己 周围任何人的 无论是好人也吧 坏人也吧 呃 好环境 坏 坏环境 都是输不了 我们自己的了 关键在我们自己 所以说呢 俗话讲 这个 觉悟的人 人生如意之事 嗤之八九 愚痴之的人呢 人生不如意之事 嗤之八九 只在一个念头而已 三祖禅寺 处处是禅机 天高不为高 人心最为高 井水当酒脉 还嫌猪无糟 这维摩泉 时刻想点化的 正是贪念 原本这泉水满是酒香 可以卖钱致富的 却偏偏有人 得了便宜 还卖乖 抱怨没有酒糟 可喂猪 贪念一闪呢 泉水也瞬间 失去酒香味 中午时分 天空净透出阳光 宛如佛光普照 全身舒态 我们就在这样的 因缘下来到后山 途中经过的 这座立画塔 是为了纪念 三主为众说法 合掌立画 安详 往生所见 而一旁的三高亭呢 则是为了感念 合适三兄弟 现地见似的 高洁雅致 而隐蔽在后的 宝宫亭中 有一仅可容身的 宝宫洞 乃是一千五百多年之前 宝治禅师 出来此时的修行之地 而宝宫亭旁的 这片绿竹呢 视为放生竹 每一颗 都是由一位信徒来供养的 来到后山的塔院 才真正看到 三祖寺三个字 这塔院主要包含了 千佛殿 绝吉塔 以及祖师殿三个部分 在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中 他们经历过 无数次的毁坏跟修建 仿佛借此为普罗大众 开始着生灭的因果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佛教文化跟中国本土文化 相融相合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而中国汉传佛教的最大特性 就是禅宗 在历史上 禅师们与帝王将相 文人学士们就禅的心法相交流 相唱和 对中国文化及宋明礼学的形成 影响可谓质大且深 三祖禅室 见证了二祖 三祖 四祖之间的一波传承 因此三祖禅室 被尊崇为中国禅宗祖庭 并被历代文人 副师歌颂 而在安庆 另一处深受文人雅士 青睐的圣地 就是位在安徽江西 两省交界处的小孤山 他截然孤立在 烟波浩渺的长江上 山水鼻祖谢灵韵 有一首著名的 登江中孤语 就是为小孤山而作 而苏东坡的 大孤小孤江中央 更是快至人口的名句 小孤山主要建筑物 是始建在唐代的启秀寺 坐落在半山腰 但据说早在大雨治水时 就曾经在这里磕石济宫 民间盛传 这里有水怪跟山怪 以凸显此地的险要 不过前程的信众 依然沿着这364时阶 登顶膜拜山顶上的 小姑娘娘 小姑娘娘其实也就是 台湾信奉的妈祖 只不过取小姑山 小姑的血音 而称之为小姑娘娘 然而妈祖明明是 海上守护神 何以会供奉于此呢 原来这里是海潮 进入长江的最极限 所以妈祖还是管得着的 也就是说 这里可能是中国 最内陆的一处 妈祖信仰的据点 小姑山高不及一百公尺 但足以避泥周遭的一切 无处不紧 无紧不齐 长江绝独 江上第一井 都是世人对他的赞誉 此外 小姑山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被称之为海门第一关 朱元璋与陈有亮 太平天国与曾国藩的乡军 都曾经在这一代血战 各位看 这正是朱元璋的军师 刘伯温所留下的真机 小姑山无处不紧 无紧不齐 在庙宇亭台层次分明中 交织着诗情跟战火 如同苏东坡那怀骨的意境 大江东去浪涛尽 千古风流人物 昔日文化昌盛的秋辞古国 历经千年风雨之后 如今是何等风貌 下段节目呢 走进秋辞古国 造访库车 有人在新疆苦苦寻觅 想看看古代的西域大国 秋辞的风貌 但是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 因为他早已改了名字 从清代以后 秋辞正式改名为库车 古代的秋辞国领域很大的 玄奘大师呢 在唐真关初年西行取经的时候 就曾经写下过 东西千余里 南北六百余里的记录 直到晚清汉民国之后呢 把沙雅 星河 拜成分出去 另立三个线份 它的面积剩下一万五千零七平方公里 人口剩下三十多万 而现在呢 我们就到古代的秋辞 今日的库车 去看看它的风貌 汉代西域三十六国当中 秋辞是一个大国 改名为库车县之后 并不影响它的地位跟重要性 现代式南疆航空 铁公路相交织的客货运集散地 库车地区天然气的隐藏量 有两万亿立方公尺 原油蕴藏量七亿吨 未来远景无可限量 来到库车不能不尝尝库车大囊 囊本是新疆各民族的主食 同样是用面贴出来的饼 但是味道就硬是不同 有人说库车大囊的做法是沿用古法 是囊宗的祖先 而最早会坐囊的人呢 就是在库车 然后传到各地 就有了些改变 无论古今 囊是不能夹手机器的 从货面 发酵 揉面 都得用手工 即或是做成饼的时候 也是用手慢慢推成 外圆厚 中心薄的形式 囊是一个一个贴在烧热的锅上 囊坑里烤熟的 库车大囊跟其他地方的囊不同之处呢 就是要使用一些香料 然后才打孔 烤好之后 有着独特的香脆口味 这是其他地方的囊不能相比的 这里是莫拉纳 俄石钉麻闸 莫拉纳的意思是圣人后裔 俄石钉是人的名字 相传他是从西方前来的 传播伊斯兰教的第一人 他传教的时间 大约是在南宋里宗时期 公元1224年到1264年之间 死后就葬在这座麻闸里 可以说是相当有历史性的古墓 在寺院的西廊下 有一个匾额 上面书着天方列圣四个大字 提记为清光绪七年 李凡所书 在南疆悬挂汉字匾额的清真寺 可能仅此一处吧 这座清真寺的建筑是伊斯兰教的风格 整栋建筑呢 使用绿色琉璃片作为装饰 现在我们来到库车 世袭回布清王府 这座王府始建在清朝道光八年 也就是公元1828年 至于册封的人则是乾隆爷 话说乾隆年间 库车回布清王的先祖恶队 使当时统领南疆重镇 库车 阿克苏和拜承 则三个城的地方官 清朝廷在平定准嘎尔 和大小合着叛乱时 他曾经履历功勋 在平定之后 乾隆爷呢 就册封恶队 为一品扎萨克达尔寒 赐封贝子 后来再进封为贝勒 世袭网替 人称库车王 由于是世袭网替 所以恶队的后代都是库车王 到现代已经传到第十二代 达吴提买和苏提 这张画像是第一代的库车王恶队 乾隆二十四年封辅国公 进封贝子赐贝勒品级 第二代库车王 恶斯满承袭辅国公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北京 历代库车王与清朝廷 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第六代时加封郡王 世袭网替 这是第十一代库车王 他是第十代库车王 买买提名的侄子 第十二代库车王 达吴提买和苏提 依旧力适习了王位 一直到解放后才被取消 改为库车县政协副主席 人大代表 目前住在王府旁的小屋里 现在计划住《非典禁志》 《非典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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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教合一的 正教合一的 正教合一的政權 所以這個 宣政府 就是庫舍來說 比羅庫舍是大先 就是過去有三十五國之一的一個大 那個教則谷歌 對 這個 庫舍大先有 新京 其他的都是有 雅蒙 就是這個宣長啊 現在說就是 金戶宣長他管 王爺啊 他就是 宗教 宗 就是由王爺來管 出的 歷代庫車王 都是執政者 重視的人物 清朝廷為其建築的 店宇 保持著中原風格 所使用的物件 大多來自漢地 都完好無缺地保存著 但是這些店宇 在當時呢 也僅供惠客之用 因為新疆的氣候 跟中原是不同的 夏季的酷熱 冬天的嚴寒 會使居住在裡面的人 很不舒服的 所以王爺府中 另建 維吾爾市的建築為住所 漢式殿宇以作為展覽廳 供遊客參觀評調 第十二代的末代王爺 每天在這裡跟遊客見面 這位就是第十二代達吾提 邁和蘇提 青年時代的英姿 而今他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人 這位就是第十二代達吾提 邁和蘇提 青年時代的英姿 蘇呢 畢業了 畢業以後 參加社會活動 依舊西南圓獄啊 因為當時政府非常可憐 財經 哎呀 非常困難 這樣情況嘛 就是沒辦法給我 給錢啊 沒辦法生活啊 所以嘛 政府考慮這個問題 報到相機啊 親自相機 把我放到這個庫船 商業銀行付款 每天有許多來參觀的人都會要求跟末代王爺合照 他總是來者不拒 熱誠地接待每位客人 並且有問必答 令人印象深刻 新疆最大的石窟群在哪裡 經過漫長的歲月 石窟裡頭 到底還保留些什麼呢 請觀賞下段節目的介紹 新疆的拜承縣本是古秋辭國的土地 清光緒八年才至拜承縣 而秋辭國呢 曾經是一個全民信仰佛教的地方 所以有大量的佛教藝術的遺留 比如說 克茲爾石窟就是新疆最大的一座石窟 而現在請各位參觀的是這不朽的藝術寶庫 它的收藏跟內容 在西距庫車七十三公里 東距拜城六十七公里的克茲爾鄉 有一座克茲爾遷佛洞 是大陸四大佛教石窟群之一 也是目前新疆最大的石窟群 它記載了佛教在歷史上的繁華 以及思路所傳遞的西方訊息跟文化 在開鑿洞窟的年代裡 這裡曾經有僧侶過往 工匠出入不斷 供養人往來頻繁的盛景 雖然石窟在許多因素之下衰敗了 但周遭的一切似乎改變得很少 依然是流水潺潺 綠樹蔥茂的地方 1953年在這裡發現了佛教洞窟 有編號的一共是235窟 1973年又發現了一座 編號為新一窟 1989年又清理出十座 被沙土所掩埋的洞窟 1990年再度清理出23座 加上還有70座沒編號的 加起來一共是339座 這些石窟分布在 穆扎特河谷北岸不同高度的懸崖上 有栈道相通的 石窟群是東西走向分為四個區域 綿延三千公尺 這些洞窟據推斷 最早大約開早在東漢末年 公元三世紀的時候 石窟中的佛像已經蕩然無存 僅有部分壁畫殘跡 令人不勝唏嘘 石窟分為兩種 一種是供僧履居住或坐禪之用的 皮和羅窟 另外一種是供僧圖拜佛 跟獎金說法用的枝堤窟 從洞窟的排列組合來看 這裡曾經香火鼎盛 而根據專家考據 公元五到六世紀的時候 秋辭有居民十餘萬 其中就包括了克茲爾佛洞中的萬名僧侶 這裡有較為完整的壁畫 而且色彩依然鮮明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個時期的繪畫風格 各位能夠想像嗎 五到六世紀 克茲爾遷佛洞的鼎盛旗 每天至少有一萬多人在此地活動 或坐禪或禮佛或獎金說法 山上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現在我們要到1973年才發現的新衣窟去看看 這座石窟平時是深鎖的 遊客想要參觀 一人得付500元人民幣 這座石窟大約開早於七世紀 是一座中心鎖 現存主室 永道跟後室 寬4.89公尺 近身4.83公尺 西壁下方兩側有南北永道 這座窟中原來有許多佛像跟壁畫的 現在僅僅剩下一雙佛腿 這是相當無奈的事 什麼時候發現的 73年 73年 然後就開始發覺 一直到75年才清理完 那麼這個窟主要畫的是什麼 它是個中心柱窟 它是這裡有三生殘存的塑像 這個是塑像 那旁邊這個畫的是 是天人 天人 它手裡拿著金剛柱 是這樣的 那麼這個是卧佛 那麼這個卧佛是 也就是釋迦牟尼佛 那麼它上面這個顏料是 都是礦物的顏色 礦物的顏色 我們在後世中看到西壁下 有預留的涅槃台 台上有泥塑彩繪的涅槃佛像 部分已經殘毀 塑像上方有彩繪佛像 即四大曆世 在這裡有較為完整的壁畫 都是跟佛教相關的故事 但是經過了十三個世紀的漫長時間 色彩依然如此鮮明 不能不讚嘆老祖先的智慧了 而現在呢我們再往前走 這個人手裡拿這個舍利盒 舍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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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234 這個又是畫了什麼 是絕愛弟子 就是佛的弟子 是這樣的 這種叫做永道 這是左永道 原來這個應該也有東西 有壁畫 有壁畫 那麼都剝掉了 你退 等一下 對不起 這個是什麼 這是供養人 這是當時的人 當時的人 是當時的那個本地人 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那個髮型 你看是中分 是分開的 應該然後這個長 是七耳的 七耳的 也是打耳的後面 這個頭髮 然後衣服是用翻領的 然後腰帶 還有這個短刀 這上面有兩把短刀 對 這座石窟裡出土的文物 有陶仿輪 大力元寶 泥塑彩動物 石雕動物等等 泥塑彩佛像 大多已經慘悔 科茲爾石窟建造的年代 專家們把它分為三期 第一期大約是在公元310年到350年 第二期是公元395年到465年 第三期是公元545年到685年 第188窟就是在第三期誕生的 開鑿時間大約在公元650年前後 壁畫上的佛像跟人物 穿著深色的漢式森袍 內容多是因緣故事及本身故事 東壁上方有因緣佛傳 南側壁畫已經被人接走 在這座石窟裡有較多的動物出現在壁畫中 像是狗 蛇 猴子等都非常生動 科茲爾石窟為什麼選在 雀勒塔格山北路開鑿 並沒有文字的記載 但可以確定的是 當時秋辭的佛教藝術文化已經相當發達 佛教發源自印度 藉著思路的開通而東傳 當時秋辭是思路上的繁榮大國 西方的佛教跟石窟藝術為秋辭人所接受 並且把當時的雕塑 彩塑等高超的技術 透過克茲爾石窟的創作展現於世 現在我們來到第八石窟 這是壹座中興祝窟 現存主事和永道 勸頂終極毀天象圖 西側勸赴大部分已經攤毀 比較清晰的壁畫大多是佛本身故事 這座石窟原為皮和羅窟 也就是僧寮 後來改建成有佛像有壁畫的枝提石窟 窟中石壁上的外文字跡 是一位前來尋寶的外國人所寫上去的 如果破壞古蹟的事發生在今天 在罪證確鑿下該負什麼樣的責任呢 大家心中該明白的 現在來到第七十七窟 這座石窟大約開早在公元五百年前後 由主世 永道跟後世所組成 窟中雖曾經出土過壹尊木製的佛像 但窟中的彩塑佛像早已毀壞 我們現在所參觀的這個洞窟呢 是七十七號洞窟開造於公元四世紀 專門的是用來拜佛用的 我們現在所走的這個過道呢 是被稱為是永道 按照當時古人的禮佛的順序呢 我們就首先從這個過道進入 然後在這個頂部呢 我們能夠看到很多這種 山水化的這種形式 很多自然的這種風光 有一些動物 植物還有一些人物 這就反映當時釋迦摩尼修行周圍的這種場景 有山有水 我們可以看到它那個水的形狀呢 都是不一樣的 它就表現那種自然流動的這種狀態 還有一些樹 動物的各種各樣的這種姿態的形式 好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後世 後世這一塊呢 一般表現釋迦摩尼涅槃的場景 涅槃呢在佛教裏面稱為 就是說表現就是講釋迦摩尼超偷生死論 會達到最高境界的這種表現 以前它這裡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雕像 涅槃像 塑像 塑像立體的 但是我們柯寒石窟大部分的塑像呢 已經被毀化 我們現在只能看到這麼一個平潭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僧侶坐在這兒打坐 然後旁邊呢有一個有個猴子 看他的眼睛呢是望著這個僧侶的 他在學著這個僧侶打蠶的這種場景 周圍呢也有很多這種動物的形象 這座石窟屬於中期開鑿的作品 現在我們來到第六十九窟 這座石窟大約開鑿在七世紀 是一座中心坐窟 由前世 主世 永道跟後世組成 窟中的壁畫有佛陀陸演院 初轉法輪等佛教故事 但是有重慧的痕跡 可見從初見到現代 這一千多年之間曾經有過修繕 但是年代不詳 這個六十九號洞窟呢是由國王出自開鑿的 而其他洞窟呢都是平民啊 或者是達官貴人等等的 只有這一個呢是國王出自開鑿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在這個門上面呢畫有一幅壁畫 是當時呢國王的壁畫 以及王后 而且在這個國王的頭的上面呢 還有當時古秋斯文 土荷羅語的提記等等的 說呢是這個洞窟呢 是由這個國王的出自來開鑿的 還有這個洞窟呢還有一大特色 就是呢直接繪在這個岩體上 那我們這個克子爾的石窟 它的山呢是沙利岩 製地是沙利岩 如果在沙利岩上直接作畫的話呢 是很容易就脱落了 所以大部分的洞窟呢是在 湖上一層草泥之後呢再進行作畫 而這個洞窟呢卻相反 直接會在這個沙利岩上作畫 因此呢很多地方呢都已經脱落了這個沙利岩 把壁畫直接畫在沙利岩上 使中外人士都讚佩不已 至於當時僧人所住的洞窟中 不見任何的台座之類的建築 想必在禪坐或休息時都是就地而行的 最後呢我們要告訴各位的 克子爾石窟所流失的塑像壁畫 主要收藏在德國柏林印度藝術館中 在思路繁華的年代 库車這一代呢是天山南路上的西域北道 也是著名的佛教跟歌舞之鄉 雖然今天它完全改變了 但歷史痕跡依然是可循的 在下周呢我們要到烏鲁木齊東南方 一百四十多公里的吐魯飯去看看 那兒的風景可不一樣了 今天節目謝謝收看 我們下周再會 祝福各位 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唯一的先秦道家思想級大成者莊子 還有道家學派的祖師爺老子 都是出自安徽西北這一代的偉大思想家 而楚漢相爭雙方陣營的主要魔掠家 范曾和張良 竟都是安徽自家人 更有趣的是 西漢淮南王劉安 在深山求道練丹 竟練出了豆腐 成了豆腐的鼻祖 還有那人們津津樂道的三國人物 像是文武兼備的曹操 致用雙拳的周瑜 以及行衣如神的華陀 更是富如皆知的風雲人物 再把時間拉到宋代 代表人物由鐵面無私 懲奸除惡的青天大人包整 以及發明活字版印刷術 進而促使歐洲文藝復興的畢生 而清代的名人更是不勝美舉了 在他們組織下 淮軍逐步實現了近代化 1865 1782年4 他階級修理王室經營過夜 然而這些名人曾經留下的點點滴滴 是否還有機可循呢? 會不會早已人是全非? 而呼風、呼雨、呼霧、呼雪的天氣亂象 更增加了整個行程的不確定性 不過我們倒是在雨雪的冰冷中 找到了五四運動之父陳獨秀的熱情 他在1916年自己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中 以第一篇文章《禁告青年》 雷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 樹立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 與他共同推展新文化運動的精英當中 也包括了同屬安徽人的胡適 陳獨秀始終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人物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甚至在共產黨的第一到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均當選為共產黨的總書記 然而卻因為國共內鬥時期 採取溫和妥協政策 而被冠上了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等十頂大帽子 之後還遭到國民政府的逮捕 而今天這座獨秀員算是平反了這位悲劇大人物 安慶淮寧縣的悲劇人物除了陳獨秀之外呢 還有一對一千多年前的苦情鴛鴦 也就是孔雀東南非的焦仲青和劉蘭芝 孔雀東南非香味 中午時分天空靜透出陽光 宛如佛光普照全身舒泰 我們就在這樣的因緣下來到後山 途中經過的這座立化塔 是為了紀念三主魏仲說法 和長立化 安詳往生所見 而一旁的三高亭呢 則是為了感念和氏三兄弟 現地見似的高潔雅致 而隱蔽再後的寶宮廷中 有一僅可容身的寶宮洞 乃是一千五百多年之前寶至禪師 出來此時的修行之地 而寶宮廷旁的這片綠竹呢 視為放生竹 每一顆都是由一位信徒來供養的 來到後山的塔院 才真正看到三祖寺三個字 這塔院主要包含了千佛殿 絕吉塔以及祖師殿三個部分 在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中 他們經歷過無數次的毀壞跟修建 彷彿借此為普羅大眾 開始著生滅的因果 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佛教文化跟中國本土文化相融相合 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而中國漢傳佛教的最大特性就是禪宗 在歷史上禪師們與帝王將相 文人學士們就禪的心法相交流 相唱和 對中國文化及宋明理學的形成 影響可謂智大且深 三祖禪寺見證了二祖 三祖四祖之間的一波傳承 因此三祖禪寺被尊崇為中國禪宗祖廷 並被歷代文人副詩歌頌 而在安慶 另一處深受文人雅士青睞的聖地 就是位在安徽江西兩省交界處的小孤山 他截然孤立在燕坡浩渺的長江上 山水鼻祖謝林韻有一首著名的燈江中孤語 就是為小孤山而坐 而蘇東坡的大孤小孤江中央更是快至人口的名句 小孤山主要建築是始建在唐代的啟秀寺 落落在半山腰 但據說早在大禹治水時呢 就曾經在這裏磕石祭宮 民間盛傳這裏有水怪跟山怪 以凸顯此地的險要 不過虔誠的信眾依然沿著這裏 據說當時這塊不可多得的風水堡地 原為當地世家和氏三兄弟所有 但卻同時被高僧保治禪師 以及江南著名的風氏白河道人給看中了 當時的梁武帝呢更讓兩人鬥法 勝者便可擁有此地 白河道人想藉著飛河行空堅持得點 不料飛河即將抵達此地時呢 竟被保治禪師法記所發出的聲音給嚇跑了 於是保治禪師得到此地 先主動修行 後來經由和氏三兄弟現地建四 梁武帝賜名為山谷寺 一百多年之後 得了禪宗二祖一波的三祖僧燦 正式駐席山谷寺 在這三祖洞裡面面壁參禪 並駐作禪宗的第一部經典信心明 後來呢還在洞房的這塊解伏石上 點化了道姓 道姓歸一三祖福老九年之後 三祖便傳一波給道姓 那姐夫兩個字是指當年三祖在這個石頭上坐禪的 四祖當然呢當時還不是四祖 沒有接到一波才十二歲 來了以後就請教三祖說 說這個大和尚 我心裡面有好多的困惑 舒服著我 不能獲得自由 好像被繩子孔住了一樣 請大和尚您呢 幫幫我 使我獲得自由 那麼三祖一清的說 好啊 那我就來幫你吧 那麼你將孔你的繩子拿來 我幫你解啊 四祖一清 哎呦扔住了 想了一下說 哎呦我找不到孔我的繩子啊 繩子說 那好啊 我已經幫你把繩子解開了 你已經自由了 沒有任何繩子能孔得住你了 四祖一清呢 一向自由 明白了 佛教教主開悟了 他才明白到 這個 解靈還需寄靈人 任何的煩惱是非人我 世界空間能不能突破 關鍵在我們自己 周圍任何人的 無論是好人也把壞人也把 壞人也把 好環境壞環境 都是輸不了我們自己的了 關鍵在我們自己 所以說呢 俗話講 這個 覺悟的人 人生 如意之事 吃之八九 與此之的人呢 人生 不如意之事 吃之八九 只在一個念頭而已 三祖禪寺處處是禪 天高不為高 人心最為高 井水當酒賣 還嫌豬無糟 這維摩泉時可想點化的 正是貪念 原本這泉水滿是酒香 可以賣錢致富的 卻偏偏有人得了便宜還賣乖 抱怨沒有酒糟可餵豬 潭念一閃呢 泉水也瞬間失去酒 無理一徘徊 這首流傳千古的漢樂符 被文史學家稱之為是 常詩之聖 就誕生在安徽省淮寧縣 與前山縣接壤的小立港 而目前我們所在的地方 就是當地為了重現 這段七美愛情故事 所建構的影視基地 這齣悲劇的起因 在於嬌仲卿的母親 看不慣嬌仲卿和劉蘭芝的恩愛 百般刁難這位知書達理的媳婦 甚至要兒子休妻 導致最後劉蘭芝頭水自盡 焦仲卿自一而亡 令人不勝唏嘘 但終算得共眠於這華山崗上 據考證 抗原領袖陳友諒的部署 還曾經在牧旁立了 真結兩字石碑 而早在唐宋時期 小立港便建有孔雀台 時而有明班明覺在此地 詮釋演出《孔雀東南飛》 這段傳唱千年的愛情故事 《孔雀東南飛》這首長詩 被譽為是上城風騷 下起唐詩宋詞的紅篇巨著 正因為它在中國文學史上 享有崇高的地位 所以這首詩所產生的地點問題 歷來就被人們爭論不休 不過在懷寧縣和前山縣 極有默契的聯合推展下 這段千年的愛情 將會有什麼樣更驚人的發展呢? 倒是值得期待的 有十四洞天五十七伏地之稱的天柱山 何以成了禪宗三祖修行弘法的寶地 請繼續觀賞安徽精彩的故事 在安慶的行程中 原打算造訪天柱山 這處令李白跟蘇東坡 都想在此地安家的伏地洞天 無奈大雪封了山 我們只得打消念頭 轉而來到天柱山下 禪宗三祖僧燦修行弘法的寶地 叫三祖寺 領受了一場奇特的佛緣 尽管長江的濕度加強了冬雪的寒意 但是無論如何 風雪總算是緩和下來了 我們按照原定行程往天柱山前進 明知前一天冰雪封山的訊息還沒解除呢 但仍然想賭一賭 結果我們是輸了 那就隨緣吧 於是我們折返到天柱山下的三祖禪寺 三祖禪寺原名山谷寺 始建在魏晋南北朝 佛教在中國大發展的時期 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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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 从这个星期开始 大陆旬即将带领各位进入 安徽千古风流人物的话题 安徽雾华天宝自古以来 出了不少的大人物 道家的老庄 三国的曹操 周瑜 神医华佗 清官包拯 乃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红顶商人胡雪岩 还有台湾首任巡浮 刘明传等 都是道道弟弟的安徽人 在我们拍摄这一系列 节目的过程当中 正巧遇上农历年前的一场大雪 所以在节目一开始 要带领各位一起去领略一下 这场50年来长江流域 从所未见的大雪 到底是什么样的气氛 才刚进入2008年的第二个星期 大陆巡奇的外警队就在安徽省遇上这场大雪 屋檐城台的冰挂 屋顶厚厚的积雪 眼前种种景象呢 让大家仿佛置身在华北的冬季 按理说 长江沿岸如此低的纬度 一般平地就算是冬季飘雪 也激不了雪的 难怪孩子们会兴奋地大玩滚雪球 和打雪战的游戏 事实上大陆巡奇近20年来的拍摄经验 还是头一遭遇上这等怪事 起初大伙还为这场突如其来 又盛况空前的锐雪 雀跃不已 但后来交通开始瘫痪 雪在新闻平传 我们的手脚呢 也被冻得吃不消了 才意会到事态的严重性 话说从头 我们是在2007年的年底 来到安徽的 第一站当然是省会合肥市 这趟为期一个月的拍摄计划 最大的目的 是想探寻安徽历朝历代的 名人典故 毕竟安徽 出了不少千古风流人物 而令人振奋的是 在合肥市里头呢 竟然就有这么一座安徽名人馆 展示50位代表性人物 当中包含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舒九河 到洪水出大海的大宇 摇帝时创监狱 至刑罚的玉神高瑶 春秋时期 九河诸侯一筐天下的 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管仲 辅佐文王武王伐咒 甚至被封神演义神格化的江紫衣 另外提出 那姐夫两个字是指当年三祖在这个石头上坐禅的 四祖 当然了 当时还不是四祖 没有接到一步 才十二岁 来了以后就请教三祖说 说这个大和尚 我心里面有好多的困惑 舒服着我 不能获得自由 好像被绳子恐住了一样 请大和尚您呢 帮帮我 使我获得自由 那么三祖一清的说 好啊 那我就来帮你吧 那么你将 孔你的绳子 拿来 我帮你解啊 四祖一清 哎呦 扔住了 想了一下说 哎呦 我找不到孔我的绳子啊 孙子说 那好啊 我已经帮你把绳子解开了 你已经自由了 没有任何绳子能孔得住你了 四祖一清呢 一向子又明白了 佛教教主开悟了 他才明白到 这个解灵还需寄灵人 任何的烦恼是非人我 世界空间能不能突破 关键在我们自己 周围任何人的 无论是好人也罢 坏人也罢 好环境 坏环境 都是输不了我们自己的了 关键在我们自己 所以说呢 俗话讲 这个觉悟的人 人生如意之事 此之八九 与此之的人呢 人生不如意之事 此之八九 只在一个念头而已 三祖禅寺 处处是禅机 天高不为高 人心最为高 井水当酒卖 还嫌猪无糟 这维摩泉时刻想点化的 正是贪念 原本这泉水满是酒香 可以卖钱致富的 却偏偏有人得了便宜 还卖乖 抱怨没有酒糟可喂猪 贪念一闪呢 泉水也瞬间失去酒香味 中午时分 天空净透出阳光 宛如佛光普照 全身舒态 我们就在这样的姻缘下 来到后山 途中经过的这座立画塔 是为了纪念三祖魏众说法 合掌立画 安详往生所见 而一旁的三高亭呢 则是为了感念和氏三兄弟 现地见似的高洁雅致 而隐蔽在后的宝宫亭中 有一仅可容身的宝宫洞 乃是一千五百多年之前 宝治禅师 出来此时的修行之地 而宝宫亭旁的这片绿竹呢 视为放生竹 每一棵都是由一位信徒来供养的 来到后山的塔院 才真正看到三祖寺三个字 这塔院主要包含了千佛殿 绝吉塔 以及祖师殿三个部分 在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中 他们经历过无数次的毁坏跟修建 仿佛借此为普罗大众 开始着生灭的因果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佛教文化跟中国本土文化相融相合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而中国汉传佛教的最大特性就是禅宗 在历史上禅师们与帝王将相 文人学士们就禅的心法相交流 相唱和 对中国文化及宋明理学的形成 影响可谓质大且深 三祖禅寺见证了二祖 三祖四祖之间的一波传承 因此三祖禅寺被尊崇为中国禅宗祖庭 并被历代文人富诗歌颂 而在安庆 另一处深受文人雅史青睐的圣地 就是位在安徽江西两省交界处的小孤山 他截然孤立在烟坡浩渺的长江上 山水鼻祖谢灵韵 有一首著名的登江中孤语 就是为小孤山而坐 而苏东坡的大孤小孤江中央 更是快至人口的名句 小孤山主要建筑是始建在唐代的启秀寺 坐落在半山腰 但据说早在大雨治水时呢 就曾经在这里磕石寄宫 民间盛传这里有水怪跟山怪 以凸显此地的险要 不过前程的信众 依然沿着这三百六十四十阶 登顶膜拜山顶上的小姑娘娘 则是乾隆爷 话说乾隆年间 库车回部亲王的先祖恶队 使当时统领南疆重镇 库车阿克苏和拜承 则三个城的地方官 清朝廷在平顶准嘎尔 和大小合着叛乱时 他曾经履历功勋 在平顶之后 乾隆爷呢 就册封厄队 为一品扎萨克达尔寒 赐封贝子 后来再进封为贝勒 世袭网替人称库车王 由于是世袭网替 所以厄队的后代都是库车王 到现在已经传到第十二代 达吴提买合苏提 这张画像是第一代的库车王厄队 乾隆二十四年丰府国公 进封贝子赐贝勒品级 第二代库车王厄斯满 承袭辅国公 乾隆五十三年死于北京 历代库车王与清朝廷 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第六代时加封郡王 世袭网替 这是第十一代库车王 他是第十代库车王 买买提名的侄子 第十二代库车王 达吴提买合苏提 依旧力适席了王位 一直到解放后才被取消 改为库车县政协副主席 人大代表 目前住在王府旁的小屋里 这一代库车县政协副主席 国家的政协和议 过去我们的社会 这都是这个什么 就是政协啊 过去的政协 就是政协和议的政协 所以這個 宣政府就是庫船來說 比如庫船是大縣 就是過去有三十五國子儀的一個大 那個跳車鼓勵 對 這個庫船大縣有心經 其他的都是由雅蒙就是這個宣長 現在說就是金戶宣長他管 王爺他就是宗教宿 就是由王爺來管出力 歷代庫車王都是執政者重視的人物 清朝廷為其建築的墊宇保持著中原風格 所使用的物件大多來自漢地 都完好無缺地保存著 但是這些墊宇在當時也僅供惠客之用 因為新疆的氣候跟中原是不同的 夏季的酷熱 冬天的嚴寒 會使居住在裡面的人很不舒服的 所以王爺府中另建維吾爾市的建築為住所 漢式殿宇已作為展覽廳 供遊客參觀平調 第十二代的末代王爺每天在這裡跟遊客見面 這位就是第十二代達吾提麥和蘇提青年時代的英姿 而今他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人 就十五年畢業了 畢業以後參加社會活動 也就新年源於 因為當時政府非常可憐 財政非常困難 這樣情況就是沒辦法給我給錢 沒辦法生活 所以政府考慮這個問題 不到相機 親自相機 把我放到這個庫車 商業銀行付款 每天有許多來參觀的人都會要求跟末代王爺合照 他總是來者不拒 熱誠地接待每位客人 並且有問必答 令人印象深刻 新疆最大的石窟群在哪裡 經過漫長的歲月 石窟裡頭到底還保留些什麼呢 請觀賞下段節目的介紹 新疆的拜承縣本是古秋辭國的土地 清光緒八年才至拜承縣 而秋辭國呢 曾經是一個全民信仰佛教的地方 所以有大量的佛教藝術的遺留 比如說克子爾石窟就是新疆最大的一座石窟 而現在請各位參觀的是這不朽的藝術寶庫 它的收藏跟內容 各位觀眾您好 從這個星期開始呢 大陸巡期將帶領各位進入 安徽千古風流人物的話題 安徽勿華天堡自古以來出了不少的大人物 道家的老莊 三國的曹操 周瑜 神醫華陀 清官包拯 乃至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紅頂商人胡雪岩 還有台灣首任巡服劉明傳等呢 都是道道弟弟的安徽人 在我們拍攝這一系列節目的過程當中 正巧遇上農曆年期那場大雪 所以在節目一開始呢 要帶領各位一起去領略一下 這場五十年來長江流域 從所未見的大雪 到底是什麼樣的氣氛 才剛進入2008年的第二個星期 大陸巡奇的外警隊 就在安徽省遇上這場大雪 屋簷成牌的冰掛 屋頂厚厚的積雪 眼前種種景象呢 讓大家彷彿置身在華北的冬季 按理說長江沿岸如此低的緯度 一般平地就算是冬季飄雪 也激不了雪的 難怪孩子們會興奮地 大玩滾雪球和打雪戰的遊戲 事實上大陸巡奇 近二十年來的拍攝經驗 還是頭一遭遇上這等怪事 起初大夥還為這場突如其來 又盛況空前的銳雪雀躍不已 但後來交通開始癱瘓 雪災新聞頻傳 我們的手腳呢 也被動得吃不消了 才意會到事態的嚴重性 話說從頭 我們是在2007年的年底 來到安徽的 第一站當然是省會合肥市 這趟為期一個月的拍攝計劃 最大的目的是想探尋安徽歷朝歷代的名人典故 畢竟安徽出了不少千股風流人物 而令人振奮的是 在合肥市裡頭呢 竟然就有這麼一座安徽名人館 展示50位代表性人物 當中包含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書九河到洪水出大海的大禹 姚帝時創監獄至刑罰的獄神高遙 春秋時期 九河諸侯以匡天下的 傑出政治家和改革家管仲 輔佐文王武王伐咒 甚至被封神演藝神格化的江子牙 另外提出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唯一的 先秦道家思想級大成者莊子 還有道家學派的祖師爺老子 都是出自安徽西北這一代的偉大思想家 而楚漢相爭雙方陣營的主要魔掠家 范增和張良 竟都是安徽自家人 更有趣的是 西漢淮南王劉安 在深山求道練丹 竟練出了豆腐 成了豆腐的鼻祖 還有那人們津津樂道的三國人物 像是文武兼備的曹操 智勇雙拳的周瑜 以及行衣如神的華陀 更是富如皆知的風雲人物 再把時間拉到宋代 代表人物由鐵面無私 懲奸除惡的青天大人包整 以及發明活字版印刷術 進而促使歐洲文藝復興的畢生 而清代的名人更是不勝美舉了 在他的組織下 華埃軍逐步實現了近代化 一千八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八十二十八 階級秀令王氏經營過夜 然而這些名人曾經留下的點點滴滴 是否還有跡可循呢 會不會早已人是全非 而呼風呼雨呼霧呼雪的天氣亂象 更增加了整個行程的不確定性 不過我們倒是在雨雪的冰冷中 找到了五四運動之父陳獨秀的熱情 他在1916年自己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中 以第一篇文章《禁告青年》 雷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 樹立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 與他共同推展新文化運動的精英當中 也包括了同屬安徽人的胡適 小姑娘娘其實也就是台灣信奉的媽祖 只不過取小姑山小姑的血音 而稱之為小姑娘娘 然而媽祖明明是海上守護神 何以會供奉於此呢 原來這裡是海潮進入長江的最極限 所以媽祖還是管得著的 也就是說這裡可能是中國最內陸的一處 媽祖信仰的據點 小姑山高不及一百公尺 但足以避泥周遭的一切 無處不景 無景不齊 長江絕獨 江上第一景 都是世人對它的讚譽 此外小姑山也是兵家必爭之地 被稱之為海門第一關 朱元璋與陳友諒 太平天國與曾國藩的鄉君 都曾經在這代血戰 各位看這正是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 所留下的真姬 小姑山無處不景 無景不齊 在廟宇亭臺層次分明中交織著 詩情跟戰火 如同蘇東坡那懷古的意境 大江東去浪濤 千古風流人物 習日文化昌盛的秋辭古國 歷經千年風雨之後 如今是何等風貌 下段節目呢 走進秋辭古國造訪庫車 有人在新疆苦苦尋覓 想看看古代的西域大國秋辭的風貌 但是在地圖上是找不到的 因為它早已改了名字 從清代以後 秋辭正式改名為酷車 古代的秋辭國領域很大的 玄奘大師呢 在唐真關初年西行取經的時候 就曾經寫下過 東西千余里 南北六百余里的紀錄 直到晚清漢民國之後呢 把沙雅 星河 拜成分出去 另立三個縣份 它的面積剩下一萬五千零七平方公里 人口剩下三十多萬 而現在呢 我們就到古代的秋辭 今日的庫車去看看它的風貌 漢代西域三十六國當中 秋辭是一個大國 改名為庫車縣之後 並不影響它的地位跟重要性 現代式南疆航空鐵公路相交織的 客貨運集散地 庫車地區天然氣的印藏量 有兩萬億立方公尺 原油印藏量七億噸 未來遠景無可限量 來到庫車不能不嚐嚐庫車大囊 囊本是新疆各民族的主食 同樣是用面貼出來的餅 但是味道就硬是不同 有人說庫車大囊的做法是沿用古法 是囊宗的祖先 而最早會做囊的人呢 就是在庫車 然後傳到各地 就有了些改變 無論古今囊是不能夾手機器的 從豁面 發酵 揉面都得用手工 即或是做成餅的時候 也是用手慢慢推成 外圓厚 中心薄的形式 囊是一個一個貼在燒熱的囊坑裡烤熟的 庫車大囊跟其他地方的囊不同之處呢 就是要使用一些香料 然後才打孔 烤好之後有著獨特的香脆口味 這是其他地方的囊不能相比的 這是其他地方的囊不能相比的 他傳教的第一人 他傳教的時間大約是在南宋禮宗時期 公元1224年到1264年之間 死後就葬在這座馬閘裡 可以說是相當有歷史性的古墓 在寺院的西廣下有一個匾額 上面書著天方烈勝四個大字 題記為清光緒七年 李凡所書 在南疆懸掛漢字匾額的清真寺 可能僅此一處吧 這座清真寺的建築是伊斯蘭教的風格 整棟建築呢 使用綠色琉璃片作為裝飾 現在我們來到庫車世襲回部清王府 這座王府始建在清朝道光八年 也就是公元1828年 至於冊封的人 陳獨秀始終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人物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甚至在共產黨的第一到第五次 全國代表大會上 均當選為共產黨的總書記 然而卻因為國共內鬥時期 採取溫和妥協政策 而被冠上了反黨 反革命 漢奸 叛徒等十頂大帽子 之後呢 還遭到國民政府的逮捕 而今天這座獨秀員 算是平反了這位悲劇大人物 安慶淮寧縣的悲劇人物 除了陳獨秀之外呢 還有一對一千多年前的苦情鴛鴦 也就是孔雀東南非的焦仲青和劉蘭芝 孔雀東南非五里一徘徊 這首流傳千古的漢樂符 被文史學家稱之為是 常詩之聖 就誕生在安徽省淮寧縣 與前山縣接壤的小立港 而目前我們所在的地方 就是當地為了重現 這段淒美愛情故事 所建構的影視基地 這齣悲劇的起因 在於嬌仲青的母親 看不慣嬌仲青和劉蘭芝的恩愛 百般刁難這位知書達理的媳婦 甚至要兒子休妻 導致最後劉蘭芝頭水自盡 嬌仲青自一而亡 令人不勝唏嘘 但終算得共眠於這華山崗上 據考證 抗原領袖陳友諒的部署呢 還曾應在牧旁立了貞結兩字石碑 而早在唐宋時期 小麗港便建有孔雀台 時而有明班明覺在此地全市演出 《孔雀東南飛》 這段傳唱千年的愛情故事 《孔雀東南飛》這首長詩 被譽為是上城風騷 下起唐詩宋詞的紅篇巨著 正因為它在中國文學史上 享有崇高的地位 所以這首詩所產生的地點問題 歷來就被人們爭論不休 不過在淮寧縣和前山縣 極有默契的聯合推展下 這段千年的愛情 將會有什麼樣更驚人的發展呢 倒是值得期待的 有十四洞天五十七伏地之稱的天柱山 何以成了禪宗三祖修行弘法的寶地 請繼續觀賞安徽精彩的故事 在安慶的行程中 原打算造訪天柱山 這處令李白跟蘇東坡 都想在此地安家的伏地洞天 無奈大雪封了山 我們只得打消念頭 轉而來到天柱山下 禪宗三祖僧燦修行弘法的寶地 叫三祖寺 領受了一場奇特的佛緣 儘管長江的濕度加強了冬雪的寒意 但是無論如何 風雪總算是緩和下來了 我們按照原定行程往天柱山前進 明知前一天冰雪封山的訊息還沒解除呢 但仍然想賭一賭 結果我們是輸了 那就隨緣吧 於是我們折返到天柱山下的三祖禪寺 三祖禪寺原名山谷寺 始建在魏晋南北朝 佛教在中國大發展的時期 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據說當時這塊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 原為當地世家和氏三兄弟所有 但卻同時被高僧寶智禪師 以及江南著名的風氏白河道人給看中了 當時的兩五帝呢更讓兩人鬥法 勝者便可擁有此地 白河道人想借著飛鶴行空堅持得點 不料飛鶴即將抵達此地時呢 竟被寶智禪師法器所發出的聲音給嚇跑了 於是寶智禪師得到此地 先主動修行 後來經由和氏三兄弟 縣帝建四 梁武帝賜名為山谷寺 一百多年之後得了禪宗二祖一波的三祖僧燦 正式駐席山谷寺 在這三祖洞裡面面壁參禪 並著作禪宗的第一部經典信心明 後來呢還在洞旁的這塊解伏石上 點化了道姓 道姓歸一三祖 扶老九年之後 三祖便傳一波給道姓